素食店買了奶茶喝完才發現 裡面居然有驚喜 有民眾到南霸天素食店買套餐 飲料放到隔天喝 竟然喝到了不鏽鋼濾網 當事人喝完也疑惑 飲料奶茶裡居然有這個 難道是買飲料贈送濾網嗎 怎麼看都像是不鏽鋼的零件 知道我喝完了那一杯有問題 覺得奇怪裡面 怎麼會有一個東西在搖晃 怪怪的 只被撕開來看 結果是一個白鐵 還是什麼過濾網的東西 當事人到高雄這間素食店分店 因為飲料是密封的 紙杯也看不到裡面 封口也是蓋住的 飲料喝完了才看到不鏽鋼濾網 還是退給他們吧 這太誇張 這有點誇張 怎麼誇張 就是這麼大的東西 掉進去裡面 其實買奶茶不注意到濾網 如果是你會怎樣 應該是不敢再買 如果裡面是蟑螂 還是什麼那就 那就不行 報文一出引起網友討論 大家說還好不是小強 只是買奶茶送茶葉過濾網 幫你過濾殘渣的 店家真貼心 很划算耶 這筆飲料還要貴 他就可能在咳冰的時候 就給他吐起來了 這樣不好意思 我也是很驚嚇 因為這種事情 不應該發生的 一字冰塊的濾網 咬冰塊時不小心 一起咬進杯子裡 發生烏龍 衛生局人員也到場查看 喝到飲料驚喜變驚嚇 就等衛生局擠茶結果 還原真相 記得今天中林智慧 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式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式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你不知道 在調查看